不是一般 出生在五座世家 天生六指 传承了世代五座技能 成为一位现代的刑警法医 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敬请订阅 点赞 分享 第27集 事已至此 刘志祥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转而询问我想要哪里的皇帝 来之前我已经考虑好了 就要村后头临近河边的五亩皇帝 按照镇上的规定 每亩皇帝成租价格需要三千 但因为村里外出务工人员增加了 皇帝也越来越多了 实际价格远低于这个数 刘志祥呢 利用他的最大权限 给了我一千块每亩的价格 同时又向我保证 下一次去镇上开会的时候 替我家问问 有啥优惠政策没有 村有土地承包年限是三十年 在此期间不得买卖 也不许转变使用用途 变更为建筑用地 我承包的五亩皇帝可都是良田 只要进行除草和翻整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不需要养地 确认完合同按上手印 我支付了一万 当作一年的租金和押金 剩下的购买建筑材料 修建大棚 刘志祥会在明天 让会计把承包合同送到镇上 等着镇上的土地部门盖上工章 就能生效了 次日天明 大王村家家户户生起了炊烟 鸡鸭鹅狗也在睡梦中醒来 叫唤得好不热闹 各家的孩子背着书包去学校念书 老人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聊天下棋 我也没闲着 骑上家里的二八自行车 去镇上联系建材 土地审聘的就是一两天的事 先要材料买棋 等到手续下来 就可以直接开工了 养殖兰花需要阳光大棚 也就是常说的暖房 我来到镇上 一连找了多家建材商店 选定一个价格比较实惠的 但是说即使再实惠 算上钢管和大棚模 以及各种的人工费用 整理下来花了将近五千多 再加上包地的一万 我手里的钱就只剩下四千多了 付好租金之后 我让店主等电话 手续下来就派人过去安装 三天之后 承包合同正式下发 施工队也开始进村施工了 为了省钱 我爹带着几个关系好的村民 也加入到施工行列 帮着工人一起搭建大棚 修建配套设备 请村里人干活不用给的钱 但是要管饭 这也是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 太阳下山之后 我爹招呼大家回去吃饭 我娘在家已经把饭做好了 因为今天吃饭的人多 我娘呢 把饭桌给搬到了院子里 招呼我跟他一起上菜 同村村民黄老八 掏出一根香烟 递给我爹笑道 老林大哥 明天你家的活忙完了 帮我去地里收麦子行不 香里香气 说啥帮不帮的 后天我一大早就过去 点燃手里的香烟 我爹热情地招呼大家 吃饭喝酒 我爹我娘都不是小气人 乡亲们帮自己家干活 招待他们的都是硬菜 鸿焖肘子 土鸡蛋炒大葱 一大盆肥瘦分明的红烧肉 再配上村里自酿的白酒 吃得大家不亦乐乎 吃完饭之后 我娘去厨房洗碗 我从糖屋拿出放凉的茶水 让大家醒酒 喝了一口微凉的茶水 黄老八好奇地问道 林子 养花真能赚大钱啊 不仅黄老八觉得好奇 其他过来帮忙的村民们 也都纳闷地看着我 前几天我娘去王婶家帮忙 顺口呢就把养花的事说了 现在整个大王村是无人不知了 各位叔叔伯伯啊 养花真的能挣大钱 我先养后裔地讲了城里的一大堆问题 又提起了兰花一号的效用 按照网上看来的 以及繁花生物给的养殖手册 我就一一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其实想让村民们理解很简单 只要说养殖花卉的经济效益就行了 原来是这样 黄老八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赞叹道 还是大学生懂得多呀 没想到养花这么赚钱啊 哎哟 他说啊 我和他爹呀都不懂养花 以后啊 还要倚仗你们多多照顾啊 忙完手头事情 我娘从屋里走出来 笑着坐在我身边 黄老八洋装生气地说道 看你说的 大家相礼相亲的 我们不帮谁帮 村民们纷纷点头 表示只要用得着的地方 大家都愿意出人出力 晚上九点 我陪我爹送走了帮忙的村民 悉数回房休息 躺在卧室床上 我拿起手机 打开高中的班级群 发了一条信息 同学们啊 邻家花铺下周正式营业 欢迎大家呢 踊跃约定下单 很快群里就热闹起来 听说我家开了花铺了 同学们很给面子地 纷纷下订单 倒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收到了 两千多元的订单了 这些钱看似不多 却代表一个好兆头 不论是城里 还是县城 对于花卉的需求都很大 当即我就决定 去县里订购一批礼盒 增加花卉的外观感 早上天一亮 我吃完早饭就去了县城了 后天假期就要结束了 争取先把订购礼盒的事给落实下来 中午十一点 我乘车到了县城 完成了礼盒订购的事情 我这肚子也开始咕噜噜的抗议了 我找了一家靠近银行的快餐店 打算对付一口 然后呢 去银行取点钱 当成心意留给爹娘 我坐下来等餐 顺便打开手机看起新闻 片刻之后 我的目光被一个盗窃案吸引了 并不是因为这个案子 有多么的曲折离奇 虽然这案子的确是挺离奇的 我之所以会关注这个案子呢 是因为案子发生的地点就在我对面 餐厅对面是一家银行 昨天晚上被人闯了空门了 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 银行附近开始停电 有一名窃贼趁着这个时候 跑到银行去刑进 这家银行啊 没有一点的安全概念 既没有设置备用电源 同时整个银行就只有一个保安值班 案件发生时 保安系统与监控完全都没有运作 让窃贼光明正大地进入了银行 幸运的是呢 银行当日的钱都已经全部放到金库了 窃贼拿金库没办法 转向银行保险柜 窃贼的手段十分高明 整个行动只花了少许时间 过了15分钟 保安巡逻发现时 窃贼早就不见踪影了 好笑的是呢 银行侧门对面就有一间警局 却没有任何人发现有窃贼入侵 像这种情形 就是因为银行方面 以为警察局旁边就很安全了 因而疏忽大意没有做好预防措施 才会让窃贼轻松入侵 窃贼也是笨 这保险柜里的东西不一定真的很贵重 既然有闯入银行开启保险柜的能力 不如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外面的提款机上 吃完饭后 我好奇地出门 发现这事闹得还真大 银行四周站着几个警察 内部呢 还可以看到几个警察走来走去 虽然我不能进入案发地点 但是想必那一定有更多的人在 我不知不觉地到了侧门 跟刚才人山人海的情况不同 这里连个路人都看不到 警察局就在对面 不 是斜对面 正对着银行侧门旁边的面包店 这时我注意到一个 看起来三四十岁的警察 正看着配电箱发呆 新冠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啊 出于职业敏感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 现在没什么事做 我就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中年警察随口说道 你是干什么的 调查已经结束了吗 那这里怎么还有这么多警察 歹徒闯进银行 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不知不觉见 我竟然把自己带入到案件中了 对方或许以为我是记者 还真的说了一些线索 晚上九点的时候 保安突然冲出来大叫 那时局里的所有人都跑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呢 保安当时就站在配电箱的旁边 说到这里 中年警察忽然停住话头 没好气地说道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周哥 队长有事找你 这时 另一名警察从银行里面走出来 我马上去 听到声音 周哥冲我说道 不该打听的 不要乱打听 望着周哥离去的背影 我总觉得哪里乖乖的 一般人呢 在紧急情况下应该会选择直接去警局保安 怎么跑到了侧面的配电箱呢 难道说是保安坚守自盗吗 我这样一想还是很有可能的 如果保安是那个窃贼 就完全不用怕被银行发现 至于保安为什么偷借保险箱 大概也知道 里面有比较贵重的东西 可是保安坚守自盗 大可以在偷完物品之后 直接带着东西逃跑 为何还要找警方来调查呀 他之所以敢让警方调查 一定是有把握不让警察抓到 在犯案中绝对不会留下证据 我喃喃自语地嘀咕了几句 越发感觉 事情有意思了 算起来 保安行切的整个行动 所花的时间应该很短 从停电开始 到保安去找警察 也就十几分钟而已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不止成入侵银行的样子 破坏保险柜偷东西 处理犯案工具 还要把偷来的东西藏起来 不让警察找到 应该有一个共犯 看着旁边的银行 我自言自语地说道 保安犯案后 为什么没有立刻逃逸 反而通知警方啊 难道他就不怕同伙出卖 还是真的不是犯人呢 等等 我在做这个推论时 用了一个假设 也就是他有共犯这个假设 如果保安是独自犯案的话 就不用担心通货背叛了 但是保安要如何处理犯案工具 和偷来的东西呢 如果他想要处理犯案工具 以及偷来的东西 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 假设他有一个安全 不被发现的藏东西的地点 也需要在15分钟内来回 保安跑到其他地点 先把脏物和犯案工具藏起来 那一定要避开其他人的耳目 否则他一旦被人砍到 就糟糕了 附近算是热闹地区 虽然行人很少 车流量可不是一般的多 而且停电的 好像也只有这个区域 就连对面的警局也没有停电 银行附近的几个监控 似乎都还可以用 这样一想呢 想悄悄地离开这里 而不被发现 似乎有点难度 我低下头看着配电箱 发觉上面秀气斑斑的 看来已经是被废弃了 废弃的配电箱 我惊声说道 明白了 他是把东西藏在这儿了 眼前这个配电箱 不就是一个藏东西的最佳地点吗 保安趁着停电 布置出有人闯入银行的模样 接着他把目标定在 保管顾客物品的保险柜 打开保险柜取得里面的东西之后 他就开始处理犯案用具及偷来的东西 保安故意走到这个配电箱前 把犯案工具跟偷来的东西丢到里面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配电箱 发现里面 只有一只手指大小的U盘 U盘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上面也没有写任何的标记 我皱了一下眉头 做了那么长的推论 结果却只拿到一只U盘吗 通常不会有人把U盘 放在银行保管的 所以这应该不是被窃的物品 到手了一只U盘带 我不由得一阵气劫 决定先确认一下U盘的内容比较好 我回到家后 打开电脑将U盘插了进去 打开U盘查看资料时 我发现U盘里面全部都是资料夹 每个资料夹的名称都是一个编号 直到我把鼠标拉到最下 才看到里面有一个文档 在好奇心作祟之下 我将文档打开 失望地发现竟然是加密的 望着无法打开的加密U盘 我刚刚生起的侦探梦 也宣告破灭了 怎么想都不认为 这件东西会是窃贼的目标 毕竟窃贼费费了那么多手段 怎么可能会对一只U盘下手 估计是哪个粗心鬼 又或者是不讲道德的市民 将U盘随手丢在了配电箱里面 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都有高容量手机 这种老实U盘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我拔下U盘拉开抽屉 将它丢了进去 七天的假期一闪而过 临行的那天 爹娘带着村民们 一直将我送到村口 看着爹娘的眼泪 我伤感地说道 爹娘 你们别伤心 国庆假期我就回来看你们 我娘擦着眼泪说道 孩子 你刚到新单位 别总想着回家 多想想把工作做好 爹娘啊 自己能照顾自己 你赶快走吧 爹娘 乡亲们 我走了 我依依不舍地向大家告别 最遗憾的 就是没有等到爷爷回来 也不知道爷爷那位老朋友的 丧事办得如何了 怎么这么久还没弄完